欢迎回来 那我们这一节课就讲讲我们这一个 独立开发独立模块的一个最后一节课 就是前台的一个详情页的一个制作 第一步的话肯定就是点击到我们的这个详情页 点击到我们详情页 当时我们发现我们点击这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来检查一下元素 肯定是没有链接的 肯定是没有链接的 大家发现我们的HIEF是为空的 这时候的话我们就还是需要把我们的这一个地方做一下修改 那我们呢也是来参考 参考我们原来的这一个LaborGun article 它这一个的话URL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我们把这个URL呢复制到这一边来 好FAQIDURL呢会等于我们的这个 好这一个叫什么OpenType等于1 OpenType等于1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就直接不要了啊 直接不要了 什么意思呢这个 我们回来啊 这边有个Build 好我们只需要Build的这个URI这个函数就可以了啊 好然后我们这个AID呢传的是我们的这一个FAQID对吧 然后这边有个Title Title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Name对不对 然后这一个地方呢我们叫FAQ 好首先呢我们还是修改我们这个Build的URI 好我们肯定是需要给它加上 加上我们FAQ的这个详情页的这个UIL对吧 好那么我们刚才进来之后呢 复制了我们文章页 那么我们把这一个文章详情页的也给复制一下 好这个就是文章详情页 把它放到我们FAQ下面 这个呢就叫FAQ 好如果说AID为空的话 我们直接Return一个False 否则的话我们就FAQ FAQID等于什么东西对吧 好那么我们刷新一下 然后点击 好现在点击的时候 我们的UIL是正确的了 UIL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FAQ没有做 没有做的话我们也来做一下 把我们的这个文章的这一个页面呢 复制一下叫做FAQ对吧 好打开我们这个页面对吧 打开我们这个页面 好进来之后的话 它会有require 我们看一下 好它会获取我们的这个ID 好获取我们的ID 然后呢还会在这边呢 获取我们的这个CATID 我们这个不需要了 好因为我们没有分类 好那我们这一个地方呢 叫FAQID 好FAQID 那CATID的话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 request 我们的语言 包 这是 什么意思呢 我们给它加个标识吧 FAQ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暂时也是用文章详情页 然后这个地方 有一个articleinfo 我们来搜索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在本页面啊 没错是在本页面对不对 在本页面的话 那就很简单 直接在本页面上替换全部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替换全部之后的话 我们到这个地方来获得文章信息 获得我们的文章信息 我们的直接slack信号 from我们的FAQ from我们的FAQ 然后这边有个live的join 我们不需要了啊 然后有wire wire的话 只需要wire我们的FAQID 等于我们的FAQID 好 这边还有一个group by 我们不需要啊 group by我们不需要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直接去获取它的这个数据啊 然后它的add time 就是这样的样子来做啊 还有它的一个作者 作者我们没有就没有了啊 好 然后我们接着来看 有没有其他需要修改的地方啊 这是一个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应该叫做FAQID 对吧 好 在这边改了啊 FAQID改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一个详情的话 也叫article吧 然后这一边啊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什么link 好 这边是第三方链接的啊 我们没有这个功能 这个也不要啊 好 这边是调用我们文章分类啊 文章分类 我们没有文章分类啊 大家可以参考着如何去做啊 我们直接把FAQ这个错的带进去也可以啊 然后这边也是获取我们这一些推荐商品的 我们都不需要 好 好这边什么验证嘛 相关设置我们也不需要 好 然后我们把文章给传到前台去 好 文章传到前台去 这边还有 keyword给我们 dispersion 就是文章的一个 文章的一个关键字跟标题啊 好 这边会有一个ur here 我们直接把这两个带进去看一下有没有效果啊 然后这边有个comment type就是 好 相关商品也没有啊 上一篇下一篇啊 上一篇下一篇是有的啊 我们get这个东西 然后FAQ from FAQ where 这个FAQ FAQ对吧 我们这个复制一下 NCAT ID NCAT ID没有啊 It's open也没有 好 然后是FAQ对吧 AID等于FAQ ID Title呢 为NAN 为NAN对吧 好 然后这个是MAX FAQ 我们的FAQ表 小一我们的FAQ NCAT NCAT is open也没有啊 我们没有 好 完成之后呢 查找我们的slaq NAN 那刚才我们这个地方也必须改一下啊 这个是我们的这一个FAQ 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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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Q 好 我们直接 这个 assim 好 就是这个的话 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 干嘛用的啊 应该是传递一些公共的啊 传递一些公共使用的东西 我们来查找全部一下 好 在这啊 在这 那获取动态内容啊 动态内容啊 这是这样子 分类下的商品品牌啊 获取这么一些东西啊 我们就不管他的啊 因为我们暂时也不需要 好 我们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啊 帮助1 到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 进来了啊 进来了 然后 我们还是把模板改成我们自己想要的 那我们模板的话 只需要一个啊 模板只需要一个FAQDWT就可以了啊 然后这个也是FAQDWT 好 找到我们的这一个模板 在我们LIMS下面的美丽说模板 然后把这个复制一下叫FAQ 好 FAQ 然后进来之后的话 我们这个作者是没有的 对不对 ADTime 是有的哈 那我们直接有名称啊 作者没有 我们直接删掉 然后有content对吧 然后什么open 我们没有对吧 然后有下一页上一页 好 这边的title也叫name OK 然后这边有什么评论的 我们直接不要了啊 没评论 然后来刷信一下 好帮助1对 然后下一个帮助2 标题2 OK 标题3 好对吧 那我们把这一个前台的这一个页面也做出来的啊 然后左边这边的这一个分页的话 大家自己看着棒可以把它改成自己想要的哈 好因为我们没有分裂正好就把原来的呃直接拿过来用了哈 直接拿过来用了也没什么关系哈 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呃 然后他这个标题4啊 标题4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一篇下一篇是什么节奏 没错啊 标题3 OK 那我们检查一下他这个标题3为什么会 这个是上一篇还是下一篇 我们来看一下上一篇对不对 我们来检查一下上一篇问题有没有问题啊 上一篇 呃 next 那上一篇是这一个啊 上一篇是这一个 啊 这个是faq才对啊 好 然后再刷新 那我们这个上一篇啊 也有用了 下一篇 上一篇 上一篇 再上一篇 再上一篇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把全部的这一个呃一个在线案例就已经做完了哈 我们现在就不需要输我们的id号也是可以的哈 这个是我们的前台列表啊 一个分页啊 一个分页 然后呢 我们这一个后台的一个列表还有一个分页跟我们的新增 还有我们的编辑都是一系列哈 已经给大家讲过了一系列给大家讲过了 好 那么之前给大家有留一个作业就是我们的权限控制好权限控制这一个地方 假设说 呃 因为可能怕有些同学呃比较 这个有强迫症哈 要一定要老是讲得到 那我啊 剩下还有一点时间正好就给啊 同学们讲一下再复习一下我们如何把这一个加到我们啊 这一个权限节点里面啊 可以进行一个管理好进行一个管理 那我们暂时的话没有加到权限节点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哈 肯定是不能管理就是一定的啊 那么我们来管理一下我们的角色把我们的角色呢 这边不是会有一个系统设置啊 系统设置里面呢 是没有我们的这一个呃 在新问答的功能的哈 所以说我们现在退出用adme001来登录的话 我们在新问答还是会存在的啊 啊 在新问答在这啊 这是在新调查哈 那么他是直接就没有掉了哈 直接就没有掉了 那我们再用这个adme登录一下啊 用adme登录一下啊 按理来说我们这一个 系统设置应该是还在的才对哈 好那我们不管他了哈 不管他我们直接假设说给客服组呢 打开我们的这一个权限 系统设置的这一些所有权限啊 然后保存 然后退出 然后再用adme001进去 好这样子的话 我们系统设置 唯独就没有我们的一个在线问答的这个东西 没有我们的在线问答这个东西 好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必须把我们在线问答 加到我们的哪里啊 加到我们的这一个adme action里面 对不对 然后再线问答 我们给他加到系统 系统的话就是哪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system manager 他的action id为5 我们就给5加上一个这一个东西啊 insert role 那他的parent id为5 然后这个呢就faq 现在刷新肯定是没有用的 肯定是没有用的 我们还需要改一下语言包 对不对 打开我们的langary ch-cnadme里面的priv action 对不对 权限节点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把我们的这个语言包给加进去 好这个是faq对不对 这个叫做在线问 在线问答 好 就这么简单哈就这么简单 然后我们再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的话我们在线问答还是没有 因为我们是后面添加进去的 所以说肯定是需要重新去分配一下我们的这一个权限节点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进来之后呢找到全线管理的决策管理 然后点击编辑 看一下我们现在系统设置里面啊就多了一个在线问答 我们选勾好打勾然后保存 再退出再用我们admin001去登录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线问答的这个功能了哈 在线问答的这个功能了 那我总结一下啊我们整个课程体系的话就是呃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整个课程体系回顾一下啊 回顾一下我们整个课程体系 嗯打开那软件有点慢哈 好那我们总共的话就是分了这么15个章节 来讲我们的ECshop啊稍微等一下 好总共的话就是分了这么15个章节哈 那呃我还是建议大家呃从上到下看一下嘛 如果说你到时候熟悉之后啊熟悉之后 第七章开始就可以跳着看哈可以跳着看 那我们总结一下哈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一些运行环境的安装啊 那呃目前为止有比较多人问的话 就是我们ECshop的WAMP哈 如何关闭我们的这一个 呃如何关闭我们这一个 debug哈 因为他那个debug其实是挺高级的 只要你习惯的话还是挺好用的哈 习惯还是挺好用的啊在这 那么大家就是到这一个网站的这一个呃这个链接下去看 我们如何来关闭我们的php的这一个debug啊 debug那第一步就是打开php.ini 然后找到这一个插debug 还有下面这一段把这一大段全部干掉啊 全部的删掉删掉之后重启一下我们WAMP 他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呃 掉用我们这一个插debug的这个扩张了 啊就会变成我们普通的这样子的一个报错形式啊 然后还有一个的话 因为我们因为一些php版本问题哈 ECshop安装完之后会出现奇奇怪怪各种问题啊 那这边的这个网站的话会对这一些问题呢 大概做了一些整理啊大概做了一些整理 如果说大家有遇到问题一定要记得啊 多百度啊多百度 因为 呃有同学可能知道我可以说直接来问我啊 直接来问我你发一串这么个东西给我 我肯定不记得了是不是啊 我肯定不记得 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多百度 如果说我有空的话可能会帮你百度一下 但是呃我一般比较没空哈 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 呃我特别希望的就是就是大家希望学会自己去百度 自己去研究问题如何的处理啊 主要就是我们搞二次开发就是啊 希望大家学到东西的同时呢 学会如何自己去学习啊 因为呃老师不可能天天握着你的手啊 然后把你每个bug的改好对不对 如果说这样子的话也也没有必要去学习我们的课程了啊 感觉是这样子啊 说的有点严重了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就呃多多去呃去百度 因为你一次不知道哈多次之后都是这样子的哈 新手都是一开始很烦躁 然后遇到bug啊 就是感觉好就是好痛苦的感觉哈 但但是呢大家一定要去百度 如果说你解决了那一个bug的话 你就会一些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些这种情绪出现啊 那这是一个题外话 好因为我们呃这一个课程就到这一节课就讲完了啊 好所以说希望大家呢去呃多多的去做一些实践好做一些实践 当然我们这一些都是非常基础的东西好 像这些实战课程的话也只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ECSOP整体的一个运行流程好整体的一个运行流程好 那其他的话大家如果有遇到问题啊 如果有遇到问题可以去我们麦子学院的这一个呃去提问好 如果我有空的话可能会上去看大家提问的一些问题好有空的话我会给大家 大家解呃解答一下 如果说呃没空的话大家一定要记得去百度不要非得等我去回答你你才能解决哈 好那我们整体的课程的话就是15章讲完了哈就感谢大家的听讲哈 如果说有讲得不好的地方大家多多包含哈 那么总结一下就是别忘了分享你的案例哈 如果说你以后很牛逼的记得把你做的模板啊贡献出来给大家使用好 感谢听讲 好 谢谢大家